黑奴们失去了一位善良的冬家后,总是悲动欲绝,这是情有可原的事情,因为在上帝的国土上再也没有比遭受这种厄运的黑奴更毫无安全,更孤苦无疑了。 失去了父亲的孩子,仍然拥有亲友,可以受到法律的保护,他仍然是一个人,可以接受教育,有所成就,拥有法律承认的公民权利和社会地位,黑奴们却没有,法律只把他们当作商品,却没有赋予他们丝毫的权利。 上帝赐给他们的各种欲望和需求,只有通过冬家那颗温柔善良的心,才能得到认可。 因此,一旦失去了冬家,他们就什么都丧失了,而那样人道宽厚的冬家又少之又少,这一点黑奴知道的尤其清楚。 所以,当一位善心的好冬家去世后,他们的悲痛会又深切又持久。 当圣克莱尔咽下最后一口气时,整个屋子被恐惧和震惊笼罩了,屋子里到处充斥着绝望的哭泣声。 Mary,由于长期的纵情使性,神经非常脆弱,根本经不起这样的打击。 圣克莱尔咽气的时候,她不停地昏厥,跟她有着玄妙婚姻关系的丈夫永远离开她了,可他们之间竟然一句诀别的话都没有说。 阿弗莱尔咽小姐凭着自己特有的坚强和镇静,自始至终站在亲人旁边。 她全神贯注地眼观耳听,方方面面安排得周到妥贴,任何微小的细节都没有漏掉。 当可怜的汤姆为将死的主人做虔诚而感人的祷告时,她也全心全意地跟她一起祷告。 庄链入关时,家人们在她胸前找到一只镶着弹簧开关的朴素精巧的小象盒,里面装着一位美丽高雅的富人的头像,背面的水晶片下压着一缕飞发。 他们把那小象盒放回到她已失去热度的胸口处,尘土归于尘土。 这些令人意义起当年美好时光的凄凉的纪念品,一度曾使这颗冰冷的心跳得多么热烈呀。 汤姆的心充满了天国的思绪。 当她为东家料理后事的时候,丝毫也没有意识到,她的突然离去也使她自由的美梦彻底破灭了。 但她为她的好东家感到心静如水,因为当她向天父祷告时,她心头突然涌上一股平静而踏实的感觉。 她发觉自己对上帝之爱的丰富内涵已能领略一二。 汤姆有希望,有信仰,因此内心感到了平静。 葬礼结束了,满目的丧福,哭丧的脸孔和满耳的祷告声也都随之消失。 冷酷污浊的现实生活又回来了,人们心中又开始反复问着那个永恒的难题,下一步该怎么办呢? 穿着宽松的睡袍,并把一群心情焦虑的仆人,知识的团团转的Mary,坐在宽大的安乐椅上,想着这个问题。 开始打算回北方老家的奥夫利亚小姐,也想着这个问题。 那些只剩下女主人的仆人们,心中也在想着这个问题。 她们深知女主人性情的残酷暴虐,因此忧心不已。 仆人们深知,以往那优越的生活不是由女主人赐予的,而是拜东家所赐。 现在,东家已逝,以后再也没有保护伞了。 如今,女主人的脾气,由于悲痛而变得更加暴虐,一定会狠狠地折磨她们的。 葬礼过后,大约两个星期了。 一天,正在屋里忙着的奥夫利亚小姐,突然听到敲门声。 她打开门,看见罗莎,就是我们曾经提到过的那个年轻漂亮的混血姑娘。 站在门外,她头发散乱地披下来,眼睛哭得肿肿的。 哦,菲利小姐。 罗莎一下子跪在她面前,两手抓住她的裙子。 求求您,求您,替我向麦瑞小姐求求情吧,求求您了。 她关我到鞭榻站去挨鞭子,您看这个。 她递给阿弗利亚小姐一张条子。 这条子是写给一个鞭榻站的,上面正是麦瑞的笔记,吩咐该站将十条人鞭打十五下。 你做错什么事了? 阿弗利亚小姐问道,您是知道的,菲利小姐,我的脾气实在太坏了,这真是太不应该了。 我试了麦瑞小姐的衣服,她打了我一巴掌,我当时冲动地顶了她一句。 她说,她一定要好好地教训我一顿,让我一辈子都记住,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,目中无人。 接着,她就写了这条子,让我自己送去,我倒宁愿,她马上打死我。 阿弗利亚小姐握着那条子,心里思量着。 小姐,要是由麦瑞小姐或者您责罚的话,我是不会在乎这十五鞭子的。 可是,叫我去挨那样一个粗鄙的男人的打,那太丢脸了。 阿弗利亚小姐,我宁愿立刻死掉。 阿弗利亚小姐以前就听说过,男方这种把妇女和年轻姑娘送到鞭榻站,遭受那些卑鄙邪恶,到以打人为生的最下等男人的鞭打的习俗。 可是,直到今天,她亲眼目睹了鲜弱的罗莎被吓得发抖的样子,她才真正体会到,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 她是一个善良正直的女人,一个具有强烈自由意识的新英格兰女人。 这时,她不由得满腔义愤,气血上涌,脸胀得通红。 然而,她还是靠着自己的严谨和镇定,抑制住自己的情绪。 她把字条紧紧地攥在手中,对罗莎说道, 坐下吧,孩子,我这就去见你的女主人。 真可耻,真可怕,太令人震惊了。 她穿过客厅时,自言自语地说道。 她看见玛丽坐在安乐椅上,妈咪在为她梳理头发, 杰坐在地板上给她捏脚。 你今天好一点了吗? 阿弗莉亚问她。 玛丽只是长叹一声,闭起眼睛,半天没说话。 过了一会儿,她才说道。 哦,姐姐,我自己也不知道。 我看,我的身体越来越差,恐怕再也好不起来了。 她边说,边用一块镶着黑边的手绢,擦起眼睛来。 我来是…… 阿弗莉亚干咳了一声,人们在提起令自己为难的事情的时候,总是这样。 她接着说道,我来是想跟你谈谈可怜的罗莎的事情。 听到罗莎,玛丽的眼睛立刻瞪得溜圆, 蜡黄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。 她尖叫道,罗莎怎么了? 哦,她对自己的过失感到非常惭愧和懊悔。 她后悔了吗? 她后悔的日子还长着呢? 我忍受她已经很久了,已经忍无可忍了。 她太无法无天了。 这次,我一定好好整治她。 我要整得她,头都抬不起来。 可是,你不能用别的方式惩罚她吗? 换一种让她不会像这样丢脸的方式。 我就是要让她丢脸,这正是我想要的呢。 她一直仗着自己生得娇弱,长得漂亮,和那点儿看似大家闺秀的风韵, 就大胆放肆,目中无人,无法无天,以至于她都忘了自己的地位,忘记了自己只是奴隶而已了。 这次,我一定要好好教训她一顿,帮她记忆起来自己是谁,免得以后再招咬。 可是,弟妹,你想想,要是你把她的文雅和羞耻心都毁了的话,那她就更容易堕落了。 文雅? 像她这种下人,也配用这么漂亮的字眼,我就是要让她吃点苦头,让她明白, 就算,她总摆一副小姐的派头,实际上,她和街上那些肮脏的黑鬼们,没什么不同, 看她下回,还敢不敢在我面前耍威风? 你这么残酷,将来怎么去面对上帝呢? 阿弗莉亚小姐,问道, 残酷? 我倒想知道,什么是残酷? 我只不过打她十五下鞭子,还盯住人打轻些,这样也叫残酷吗? 不残酷? 哦,我敢肯定,任何女孩都宁愿立刻死掉。 阿弗莉亚小姐,说道, 既有你这种感情的人,或许会这样想,可是这帮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, 要想让他们守规矩,就只有这样, 你一旦从容他们,让他们有机会在你面前装纹呀, 他们马上就会爬到你头上来,就像我家的这些奴仆一样。 从现在开始,我就要打击他们的气焰, 我要让他们知道,要是他们自己不自重的话, 我就一个一个地送他们去挨鞭子,一点都不犹豫。 玛莉边说,边狠狠地向周围扫了一眼。 简听了之后,吓得低下头去,因为她觉得这话是特别说给她听的。 阿弗莉亚小姐坐了一会儿,仿佛一座火火山随时会爆发一样。 后来她想,跟这种人争论,纯粹是白费力气, 便坚决地闭上了嘴巴,打起精神站起来,走了出去。 她回去告诉罗莎,说她帮不了她,实在很难过。 不多一会儿,一个男仆走了过来, 说女主人命令她把罗莎送到鞭榻站去, 然后就压着罗莎匆匆地走了, 无论她怎么痛哭和哀求都没有用。 几天后,汤姆站在阳台边沉思,阿道尔夫走了过来。 自从圣克莱尔死后,阿道尔夫一直精神萎靡不振,愁眉不展。 她知道,玛瑞一直非常厌恶自己, 不过主人在世的时候,她对这点倒从不放在心上。 现在,主人走了,她天天都如坐针毡, 不知道哪一天就会祸从天降。 玛瑞和她的律师谈过几次, 后来又跟圣克莱尔的哥哥商量了一下, 决定将房产和所有的仆人都卖掉, 她自己的个人财产不算在内, 她打算将这些都带回她父亲的庄园上去。 汤姆,你知道我们就要被卖掉了吗? 阿道尔夫说道, 你听谁说的? 汤姆问道, 女主人和律师谈话时, 我就藏在窗帘后面, 用不了几天, 我们就要被卖掉了,汤姆。 那就只好听上帝的安排了。 汤姆说着, 深深叹了口气, 我们再也遇不到这样的好东家了。 阿道尔夫说, 语调中充满了恐惧, 不过被卖了, 也比留在女主人身边好得多。 汤姆心事重重地转身离开了, 她那极具耐性的心理, 充满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远方妻儿的思念, 正如即将底岸的水手突然翻了船一样, 她将双臂紧紧地抱在胸前, 将眼泪咽回到肚里, 努力祈祷起来。 汤姆对自由的热爱强烈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, 因而内心十分痛苦, 她去向阿弗利亚小姐求助, 一把死后, 阿弗利亚小姐就非常敬重她, 对她很客气。 小姐, 圣克莱尔先生曾经答应过给我自由, 她说过她已经开始办手续了, 因此我想请您跟太太提一提这件事, 这是圣克莱尔先生生前的愿望, 或许太太会愿意办的。 我一定尽力替你说, 汤姆, 不过要是这件事要由圣克莱尔夫人决定的话, 我看希望不大, 不过我一定会尽力去办的。 这是在罗莎的事情发生后的几天的事, 阿弗利亚小姐正忙着整理收拾行李, 准备回北方老家去。 经过一番慎重的思考后, 阿弗利亚小姐觉得, 上次和麦瑞谈话时, 自己的语气可能有些生硬, 因此她决定, 这一次一定要心平气和, 尽可能做到语气温和些。 于是, 这善良的女人就鼓起勇气, 带着毛线活到麦瑞的房子去了。 她决定使出浑身解数, 尽量和气地和麦瑞商谈汤姆的事情。 进去的时候, 她看见麦瑞鞋靠在沙发上, 一只胳膊搭在烤垫上。 简刚采购回来, 正在给她看几种黑纱衣料的样品。 这块还不错。 麦瑞指着一块儿说道, 不过不知道适不适合居丧的时候穿。 哎呀, 太太, 去年夏天, 赌博弄将军去世后, 她太太就是穿的这种料子, 这料子丧居穿好看着呢。 简口若悬河地说道, 你看如何? 麦瑞问奥弗莉亚小姐, 我觉得这是个习俗问题, 这种事你比我在行。 不瞒你说, 我连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, 我打算把这个家解散, 下个星期就搬家, 所以现在就得把衣料选妥, 这么快就走吗? 是的, 圣克莱尔的哥哥来信了, 他和律师都认为最好把仆人和家具都送到拍卖行去拍卖, 房子交给我们的律师照管。 我想跟你谈一件事。 奥弗莉亚小姐说道, 奥古斯丁答应个给汤姆自由的, 并且已经开始办理法律手续了, 我希望你再尽点心把这件事办妥。 哼, 我才不答应呢。 麦瑞坚声地说道, 汤姆是最值钱的家奴了, 我可负担不了这个损失。 再说, 他要自由干嘛? 他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? 可是他确实是迫切地想要获得自由啊, 而且圣克莱尔也答应过他的。 奥弗莉亚小姐说道, 他当然想要自由了, 每个奴隶都想, 因为他们都是些贪得无厌的家伙, 任何不属于他们的东西, 他们都想得到。 哼, 我可是坚决反对解放黑奴的, 黑人们只有在有人看管的时候, 才会好好干活, 人才老老实实的, 可一旦给他们自由, 他们可就懒散了, 游手好闲, 好吃懒做, 一个个堕落成最下贱的人, 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, 让他们自由, 那可没有好处。 可汤姆是个非常稳重, 诚实, 并且勤勉的人呢, 并且他还是个虔诚的基督徒, 嘿, 我还不清楚吗? 像他这样的黑奴, 我也没少见呢, 他们现在看着还像个人, 是因为有人管着他, 就是这么回事, 可是你替他想想, 要是你把他送出去拍卖的话, 他多半会遇上一个恶冬家的呀。 哦, 这都是胡说, 好黑奴碰到个恶冬家, 这种事儿百年一遇, 我生在南方长在南方, 在这儿活了一辈子, 都还没见过一个对待家谱不好的冬家呢, 我看哪, 每个冬家都很好, 这点儿不必担心, 不过, 据我所知, 汤姆获得自由, 是你丈夫生前的心愿之一, 亲爱的伊瓦也有同样的愿望, 我看你总不能这样轻易地违背他们的遗愿吧。 Mary听到这番话, 立即用手帕遮住了面孔, 使劲地污咽起来, 以免拼命地闻她的嗅颜, 谁都跟我过不去, 谁都不肯体谅我, 想不到你也故意撕我的伤口, 你太不体恤我了, 谁都不肯全心全意地为我想想, 我的遭遇也是世间少有的吧, 先是我的独生女儿离开了我, 接着我丈夫又离开了我, 你明明知道这些事给我的打击太大了, 简直使我心痛欲裂, 却总是对我提起他们, 你对我太惨人了, 我也知道你是一片好心, 可你这样对我太狠心了, 说吧, Mary就开始呜咽起来, 直哭得快要休克了, 同时又把整个房子里的仆人又都指使得手忙脚乱, 阿弗利亚小姐便趁机逃走了, 她立刻明白了, 再怎么说也是没有用的, 因为Mary的歇斯底里症说犯就犯, 从此以后, 只要一提起她丈夫和伊娃对家中黑奴有什么心愿, Mary就会歇斯底里一场, 因此, 阿弗利亚小姐只好替汤姆给西尔比太太写了封信, 把她的不幸告诉她, 随他们赶快来救汤姆, 第二天, 汤姆、阿道尔夫和其他五六个仆人就被押到一家黑奴交易站, 在那儿等着被拍卖, 那家贸易站的老板准备货一旗就开始拍卖。